大家好,欢迎观看末季了 我们与大家分享墙内看不到的新闻和解读 自2023年中共两会结束以来 中共军队一直在持续遭受清洗 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停止 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 曾经清洗了以徐才后 郭伯雄为首的江派势力 逮捕了近200名军官 而这一次清洗的对象 却是习近平自己的亲信 2016年习近平启动了中共军队改革 将原来的四总部重新组织为15个职能部门 将7个军区合并为东部战区 南部战区 西部战区 北部战区和中部战区五大战区 陆军的18个集团军被调整为13个 在军种层面上设立了战略支持部队 将原来的二炮部队升级为独立军种火箭军 武警部队也被归入中央军委领导之下 此次军方高层人事调整 全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操控 这一举措与中共二十大期间官方媒体 大肆宣扬的习近平对中央委员亲自操控是相似的 然而 随着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 以火箭军腐败案为导火线 军队在2023年再次掀起了大规模的清洗行动 根据官方信息 这波事件中至少有17名军事领导人或军工企业高管设案 其中包括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五名上将 火箭军腐败现象十分严重 中共二十大后 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是从火箭军开始的 火箭军是习近平在2015年军队改革后新成立的军种 是负责发射携带核弹头的中程 远程和洲际导弹的战略军种 也是中共进行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火箭军也是中共金钱最多的军种之一 火箭军的军事装备涉及太空 空中 陆地 海上和海下 其采购资金庞大到难以估量 火箭军腐败案牵扯到火箭军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航天军工企业 今年1月6日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美国情报评估中列出了中共军队腐败的几个例子 其中包括导弹中装填的是水而不是燃料 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子 无法有效打开 在2022年10月 美国空军大学下属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 发布了一份255页的中国火箭军报告 详细介绍了火箭军的组织结构 指挥官和高层领导身份 各级部队位置及坐标 部署的导弹类型等信息 前海军中校姚诚认为 这样详尽的情报不可能来自于基层部门 因此表明军事机密的泄漏 发生在火箭军高层 这也可能是对火箭军调查的原因之一 这次清洗行动覆盖范围更加广泛 手法更为隐秘 习近平对军队的第二波清洗 比2018年之前的第一波涉及范围更广泛 自去年开始对火箭军进行清洗后 目前的影响已经蔓延至中共国防部装备发展部 军委联合参谋部 海军陆军空军战略支持部队 甚至扩展到火箭技术研究院 而受影响的军工企业 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习近平通过这场大规模清洗 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中共当局对处理这些高级官员的手法 非常隐秘 外界证实了关于一些将领或军工企业 老总出世的传闻 原因是因为他们被免职或终止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资格 在过去一年内 有24名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或罢免 其中除了辽宁和重庆两名因工或因病去世 而被终止资格的代表之外 其余均与贪污腐败有关被罢免或辞去资格 其中有11人士军方人士 去年11月 北京市人大代表李同建的代表资格被终止 官方迅速将消息删除 香港媒体《明报》指出 他是火箭军装备部的副部长 军衔为少将 下面我们来梳理落马的将领 魏凤和上将李尚福的前任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 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 2023年 魏凤和已缺席中共十一招待会 今年1月29日 中共军委慰问老军头的新年文艺演出在北京举行 魏凤和也未出现在央视的镜头中 直至缺席习近平过年看望名单 魏凤和已坐实出事了 生于1954年 山东人曾长期在第二炮兵部队服役 2012年11月23日 习近平担任中共军委主席后 晋升的第一个上将就是时任第二炮兵司令员的魏凤和 魏后来也是习近平任命的第一任火箭军司令 2018年3月到了魏凤和退役的时候 习近平并未放他回家养老 而是让魏凤和出任国防部部长 足见习近平当时对他的信任 李尚福 上将 前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李尚福 世事红二代 父亲是中共老红军李少珠 和习近平宠信的一批中共高层官僚的工农兵大学生背景不同 李尚福是1982年从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文革后 最早的一批正规大学毕业生 后来又在职获得重庆大学自动化方面的工学博士学位 是共军将领里面少有的技术型官员 生于1958年 江西人 从1982年到2013年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了差不多31年 直接参与了2007年中共的首次反卫星导弹测试 以及同年首颗月球探测器的发射 2015年底 李尚福被习近平任命为 战略支持部队的首任副司令员及参谋长 2017年开始 李尚福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负责人 2018年9月20日 李尚福因涉及与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 被美国国务院依据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 宣布实施制裁 但在被美制裁后 李尚福反而晋升为中共国防部长 这显示习对李尚福的信任 2023年7月 中共宣布倒查全军装备 采购招标评审违规违纪线索 倒查时间是2017年10月以来 针对的正是李尚福执掌装备发展部的那段时期 2023年8月底失踪 10月被缅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职务 2024年2月被移出国防部官网上的中央军委名单 但他目前仍是县届 二十届中央委员 丁来行 上将 前空军司令丁来行去年底 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 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委职务 港媒消息称 丁来行涉及的是 北京西郊机场的工程贪腐案 西郊机场是军用机场 位于北京海淀区专供中共领导人外出 党政军要员往来北京及航天员从太空归来返京 生于1957年 浙江杭州人属于习近平的嫡系人马 一张据称在1991年初拍摄的 习近平与部署于福建的空军军官的合照显示 时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 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习近平站在前排中间 而时任驻福州空军第八军军长许其亮站在习的右手边 时任空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定来杭泽 站在后排右二 周亚宁上将 周亚宁于2023年底被免中共全国人大常委 人大外市委副主任委员职务 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 1957年12月升 河北南宫人曾长期在原第二炮兵部队服役 2014年12月任第二炮兵部队副司令员 2015年12月31日任火箭军副司令员 2017年8月任火箭军司令员 李玉超上将火箭军第三任司令员李玉超 曾长期在第二炮兵部队服役 是火箭军上将火箭军第三任司令员 他是二十届中央委员 李玉超生于1962年11月河南虽县人 2012年7月李玉超任第二炮兵工程大学副校长 2013年1月任第二炮兵第56基地副司令员 2015年3月被提认为第二炮兵第53基地司令员 2016年7月李玉超调任火箭军第55基地司令员 2017年3月出任新调整组建的火箭军第63基地司令员 2020年4月他或提任火箭军参谋长 2022年1月升任火箭军司令员 2023年7月被免 2023年7月28日有消息称 包括李玉超在内的三名将领已被调查人员带走 同年12月29日 中共人大厂委会确认他的代表资格终止 李传广 中将 火箭军前副司令 李传广长期在第二炮兵部队服役 曾任第二炮兵某基地参谋长 96301部队部队长等职 李传广生于1961年山东人 2016年5月任火箭军副司令员 2016年7月任火箭军参谋长 2017年12月在任火箭军副司令员 2023年底其人大代表职务被罢免 张震忠 中将 火箭军前副司令 后调任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张震忠曾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谋长 副司令员及海南文昌发射厂区总指挥等职 1961年出生陕西韩城人 2013年10月7日调至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63,790部队任司令员 2016年8月升任火箭军副司令员 2023年底其人大代表职务被罢免 吕虹 少将 火箭军装备部前部长 2018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科研订购局局长 是时任军委装发部部长李尚福的直接下属 2022年3月调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 半年后就调任火箭军装备部部长 2023年10月传出投案自首正在接受调查 2023年底其人大代表职务被罢免 居新春 中将 原任装备发展部副部长 后调任南海舰队司令 海军中将居新春曾于欧洲留学硕士学历 曾往哈尔滨号飞弹驱逐舰舰长 居新春生于1965年山东人 2004年参加首次中法海军海上联合演习 2015年调任南海舰队装备部部长 2016年4月王南海舰队副司令员 2021年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 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长 2023年2月居新春升任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 并晋升海军中将军舰 2023年底居新春的人大代表职务被罢免 张玉玲中将装备发展部前副部长 中共专家型将领 是国防科技大学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工学学士 工学硕士 生于1958年陕西人 1988年获浙江大学博士学位后 前往加拿大华铁卢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回国后任教育国防科大 历任航天技术系教授 系主任 北京研究院院长等职 后出任装备指挥技术学院院长 2004年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 2008年7月任国防科技大学校长 2011年调任总装备部副部长 2016年任新成立的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 2018年卸任 2023年3月6日被任命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 2023年12月29日被免职 饶文敏 少将装备发展部前副部长饶文敏的个人资料不详 他2023年两会还高调向习近平表忠 年底就被免去人大代表职务 据界面新闻2023年3月10日报道 在北京京西宾馆的军队人大代表讨论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饶文敏表态 一定要把习主席的阴音嘱托 始终摆在心上 上红中将战略支持部队副司令 战略支持部队航天系统部司令 曾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总装备部参谋长 后任战略支持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司令员 1960年生山东省青岛试人 2022年曾出现在军方选出的20大代表名单中 但在9月25日公布的出席20大会议代表名单中 上红的名字被拿掉 李之中 中将 前中部战区副司令员李之中长期在沈阳军区服役 曾任沈阳军区某摩托部旅旅长 2015年出任陆军第39集团军副军长 2017年出任新组建的陆军第71集团军副军长 2018年7月任南部战区陆军参谋部参谋长 2021年任陆军装备部部长 2023年5月升任中部战区副司令员并升任中将 2024年2月27日其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王小军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院长 王小军是著名的航天火箭专家 曾担任过长征7号运载火箭总指挥 他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 兼党委副书记 国际宇航联合会 IAF副主席 1969年生 2024年1月29日 中共全国政协宣布撤销王小军的政协委员资格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于1957年 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导弹武器和运载火箭研制 试验与生产机力 吴燕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董事长 吴燕生毕业于中共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一设计部 工学博士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曾任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等职 生于1963年 湖北人 2018年5月任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 2023年12月27日 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 刘时全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前董事长 刘时全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固体力学专业 硕士学位研究员 曾任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等职 生于1963年 湖北人 2022年5月任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 2023年12月27日 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 王长青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前副总经理王长青 拥有工学博士学位 曾任航天科工集团三院院长等职 1972年生 2023年6月任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 2023年12月27日 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撤销 冯杰鸿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前董事长 冯杰鸿是火箭专家 历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第二总体设计部副主任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副院长 航天科工集团科研部部长 航天陈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党委书记及董事长等职 1978年5月出生浙江人 2024年2月27日 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 隶属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是中国固体运载火箭研制生产的主体与技术抓总单位 特种越野车及底盘研发生产单位 也是湖北省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 刘光斌 中将 火箭军前副司令 是2023年7月最早被曝卷入火箭军贪腐案的将领之一 当时有消息说他和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前副司令员张震忠一起被带走调查 吴国华 火箭军前副司令 中将 2023年7月4日去世 官方7月25日发布 复告称其因脑溢血病死 但其老上司 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张震的儿子张晓阳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在家中辞议 引发外界对火箭军大整肃的猜测 还有一些卷入贪腐案者 因为并非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没有官方信息可以证实 海军副司令冯丹宇中将 北海舰队司令王大中中将 军委装备 发展部前副部长夏清岳少将 候补中央委员 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中将 前火箭军副司令 县中央军委联合作战 指挥中心指挥员李军中将 火箭军前参谋长张军祥少将 候补中委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前董事长谭瑞松 刘亚洲上将 国防大学前政委 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2021年突然传出失踪消息 直至2023年3月被港媒指 因涉及严重贪腐案 可能会被当局重判 中共军中被清洗将领的实际规模位置 单就火箭军而言 去年12月 专注于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咨询公司 加拿大智库 Circis Group的分析师表示 到目前为止 在对中共火箭军的调查中 我们追踪到大约70人被带走 一些分析家指出 习近平这次一手打烂了自己军改后 组建的火箭军乃至整个军队人士大盘 间接证明军改是失败的 习在前十年拿下两名军委副主席 和两名军委委员及200将领 在所谓新时代 再拿下现任军委委员 和可能有相当数量的将领 证实中共的反腐已彻底失败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